Good morning everyone 週五 庫默在曼哈頓的賈維茨會展中心宣布 臨時醫院改建完畢 首批的1,000個床位完成竣工 將在下週一投入使用 屆時美國海軍醫療界舒適號也將抵達紐約市 紐約州目前只有5.3萬張病床 要達到庫默要求的超過14萬仍有很大距離 他表示 未來幾週將建立臨時醫院和改造宿舍 酒店一共需求 臨時醫院將分別在紐約市的5個行政區 以及多個郡縣增設 均可容納上千患者 庫默州五公布 紐約州新增7377例中共肺炎患者 共確診44,635人 在39個郡縣都出現了新增病例 死亡人數則是增至519人 24小時內暴增134人 庫默表示 全州學校的關閉將在延長兩週 至少到4月15號 而自昨天以來 又有1萬名專業醫療人士 志願加入醫療隊伍 使志願者隊伍擴大到6萬2千多人 另外 還有心理治療志願者 包括來自其他州的個人 組成了超過1萬人的心理諮詢專員團隊 提供免費的在線心理健康服務 紐約人可以拨打熱線預約 新唐人記者雨婷 紐約報導